这法则不能乱签的 哎 我希望你赶紧给他打电话 他到底什么时候来 找女士也走了 然后现在呢 我是在这个老迷的这个办公室底下 他很大的一个地方 刚刚我一上去 宝爱不让我进去 宝爱直接把我轰下来了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等人我姐 我姐昨天我给他发定位了 我们两个都市从 两个地方同时出发 我先到 他现在 他现在 我看一下到了没有 我给他打个电话 赶紧给他打 真的是烦死了 你别吹好不好 你的钱 你的你的你的钱 我都说好了 你昨天跟我来的意思呢 是什么呢 你就是想要就是 你就是想要钱吧 你就喜欢钱吧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你这点小钱 在我这边已经不算什么事情了 我现在是 我现在烦恼的一点是什么呢 我莫名其妙背负了一千多块债务 我我 你那点钱你就不要在我耳边就呱呱呱的那种说了 昨天我在老家我就跟你讲说给我一点时间 你也没给我时间 我上个厕所的时候你都在门口守着 你害怕我跑 我是 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 我你们认识我这么这么久了 你看我阿古是遇到事情就要跑的那种人吗 我像那种人吗 我像不像 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 是吧 但是你看像大片那种 我以前对你那么好 是不是 我给你找上班的地方 我还害怕 你在上班那个地方工资还不够用 我还说 我还说你在你的那些 你把亲戚朋友招过来 你招招过来一个 我还给你提成 我对你那么好 我现在遇到事情了 反而不站在我这边 而就是大难临头 各自飞的那种感觉的 你是演得零零尽致 我是担心你 我是担心你 你别担心 你别担心了 我给我姐打个电话 喂兄弟 姐 别着急 我现在看了一下 你发的位置还有五分钟 五分钟对不对 对 行行行 我那个 可以一会过来 我再给你讲吧 好吧 他们不让我进去 行行行 别着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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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你看人家出来就会来的 他那个车是蜗牛吗 我 你别废话 你废话不要多 我姐 都告死了 我庆幸我有这么一个好姐姐 因为我姐的话 确实实实 特别好使的一个姐 但是以前我也帮过她 以前我也就是 在她就是最困难的时候 向她伸出过援手 我还想了就是 昨天不是阿家在旁边听的话 我都 我都想着 还是不要打扰别人了 因为毕竟只有就是 怎么说呢 只有就是 空年过节的时候 给她问问好啊 之类的那种 但是阿家一直鼓励着我 让我找一下我下姐 然后找到了 然后我姐 我姐是也是从一个地方出来 一个地方出发 我也我也从那个 前 昨天都还在家里面 也在家里面出发 一会的话 过来的话 我们就 应该带着 应该跟我姐的话 比较好使一些 对 然后我姐的话 你听好没有 刚刚夏姐打电话的时候 她说她带钱过来了 带钱过来 一会儿给 把钱给你 你就走 你走就行了 好吧 这点钱让你本心暴露 她现在担心的 不是你的工资 知道吗 她现在是担心的是 那一千多万 我也不是担心我的工资 我刚刚是为什么这么问呢 我就想的是 那个夏姐 她不是帮我 我现在叫她赶紧过来 怎么怎么样 我是为我 我想好的 我不是为了我的工资 我也是担心她 会不会不过来 把我们几个人 骗到这里来了 那怎么会呢 那她现在来就来 那就等呀 钱不能给大片量 对不对 她一来 她来要债 她就是从老家 就跟着我到这个地方 我真的不想 我一分钟都不想看着她 她来要债 我一会儿把钱给她 她回去就行了 你一会儿把那个 其他员工工资发了 好吧 我不是过来要站的 我是担心你 你担心我啥 你担心我啥 你满脸写着都是 就是一脸的贪财色 贪财的像 你说你什么还担心我 你就担心你那工资还能不能发 你都担心的一点是什么 你担心的一点就是我跑 我会跑掉 我像跑那种的吗 这三十几万 没有 我是担心担心你才过来的 我这都到了没有 烦死 一会儿我就把钱就直接给大片链 让大片链走就行了 好吧 让大片链让 来 来了 谢谢 阿伯 姐姐姐 我看有我一看这是你的车吗 对对对 你啥情况 咋坐下面没有上去吗 没有你你坐进来我给你讲一下 我我先给你 我先进来讲一下是吧 对对对 弟媳妇别着急啊 咋还眼泪汪汪的别着急啊 嗯是姐 阿伯你们在外面等一下 你怎么你怎么带这么多长呢 还好带了12个人吗 阿伯带了一群人过来了 没事别着急知道吗 有什么问题咱都别怕 一点点解决好吧 啊 人太多了影响不好吧 没事 一会儿的啊 爱咋的咋的啊 你这样你现在是什么情况 给我说说 是这样的姐 嗯 我呢 之前呢就是跟两个人就是 我们三个人一起合伙开了一个公司 嗯 嗯 开了公司以后呢 之前都是合作的挺好 嗯 后面的话就是因为我的话就是坚持我自己的想法 他们就是想要引用一些就是 嗯 不好的一些产品 嗯 因为他们吃了别人的这个回馈好像是 然后就是一直想要把这个产品引进到这个公司里面来 想要我去带 嗯 我是拒绝的 我说我不干了 嗯 我说你这样的话我就没意思了 但是他们已经吃了别人的回扣 就反过来 两个人就觉得就是两个人合伙 两个人一起就是他贪污了别人的好处 嗯 就想了就把我把我挤出去以后 他们两个干就行 嗯 但是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就仅仅就就就就4个月的时间 嗯 4个月的时间 我他们在4个月之前就这个我这个事情就是发生了就前几天我才发觉 嗯 但是他们在这个还我我我离开公司的这4个月啊 嗯 就是还没离开的之前 他们就让我就是哎牵这个牵那个就是他们没说 那时候还没有针对我 嗯 但是后面我才知道让我牵这个牵那个的意思我也没看 那时候我还以为就是我们还是合作伙伴 哎所有让那些下属让我牵的呀我也就是这么牵 让你牵文字你都没有看内容把字给牵了是这样吗 是呀 你咋那么傻呀你啊 来我问你啊你昨天跟我说的是 着急上火你看你怎么嘴嘴皮子都起来了 你这是没吃水都没喝呀 没有嘛我那个你这样啊 他一夜没睡一夜没睡开车过来的是吧 嗯你昨天跟我说你卡被冻结了那个 要要解决30万的这个工资问题对吧 嗯你这样我让二号带回来了 来阿宝来给我来 哎呀不用哎呀 来 这一箱你都拿着 那你就啊 来你这样给媳妇来 嗯 你是他谁呀这是谁呀 我是朋友 他用 你拿着来 嗯 你是什么手 他是来要工资的 要工资的人是接什么手 他要工资他 你这样阿宝来给我拿几瓶水过来来给我说你 哦拿几瓶水过来来那先那先上那个那阿宝你先拿着你先你先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那弟媳妇来 谢谢 我是这么想的我是因为嗯这个这个人一直就是哎呀我都不想跟他说我认识他 这后面也是我一个员工就这个他说我他说我一个人怕擦你擦你擦你票没有姐姐我是这样的我担心我偶像我才过来的 你吃过来的 想事还不说了这个这一箱里面呢还有多的我给你准备了50万然后多的话呢你拿 这么多 哇 这个 谢谢你姐 没事 要不是你的话他昨天打了好多朋友的电话 那些朋友也不接他的电话知道他出事了之后 没事弟媳妇别掉眼泪啊 没有什么过不去的知道吗 嗯现在是什么情况嗯你现在是你是已经过来了对吗啊 嗯现在已经过来了然后我想了我 因为现在还有一些一部分人是工资没发然后这个后面这个姑娘的话他带了有嗯他带了有 多少个人搭配了你的人 20多个20多个嗯然后工资总总的加起来的话就差不多就30多万嗯那你就拿着钱你就先把回去然后把工资给发了让搭配了就 什么意思你是说把这些给他拿着回去吗啊那能行吗他靠他靠得住吗你你怎么脑这么单纯呢你拿回去的你这是啥情况你还开着直播呀我肯定会发你啊对我必须开着直播我不然的话那老迷我我我只能就是直播然后让我的这帮这直播间都是什么人呀我我的我的哥哥姐姐我最最亲的人就之前我也陷入过一段低谷然后我被老迷他们给你 挤出来的那段时间也是他们在 背后就是支持我就是我的精神支柱那也就说这这边都是你的人对吧哎靠得住的对吗靠得住靠靠靠靠靠靠靠的住的你问一下他们你我现在给你拿了50个你这50个你30你差30万的工资你这能给他吗这个后面这个女的靠谱吗 你问问你问问这些你相信的人你问问他们不是你呢直播间的哥哥姐对对对对对啊我太太大意了我因为我现在我心里面想的都不是这些这些钱的问题我现在想的是我背负了1000多万的这个问题我脑子一片空白我一夜没睡觉我怎么能会会把这个钱给大漂亮呢别着急知道吗弟弟有姐姐在知道吗有啥咱们都可以解决问题 你现在的情况你不要着急上火我能懂你的心情我还能不知道你是什么人吗对不对你觉得你现在插着这30万的工资你想让这个女的把钱带回去给人家发了但是他能靠得住吗这个钱必须是由你亲自发你问一下直播间这些人能不能给他你既然说直播间人都是你相信的人那你问一下这些人你这边这都是你的你的相信的人对吧对就像我父母一样能不能对对对对对对我 因为我心里面我一直想的就是怎怎么样去解决老迷这个问题忽略了这个我怎么会把这个钱就就就就这50万拿出个30万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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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给大漂亮呢这大漂亮万一他拿的钱走了跑了怎么搞的是吧没事的偶像我会不是你我会安安全全的给他们发的 你喜欢你给我拿好了啊你这女的我跟你我跟你说你不要给我动手啊你不要给我动手动脚的你动手动脚你你别我看别看你长得好看 我照样修理你明白吗你这样子我再问你你刚才说什么你来了之后你上去了没有我上去了一次了但是保安就把我拈下来了因为把你拈下来了对就你们就你跟弟媳妇上去了对吧我们三个一起上去你们三个一起上去把你们拈下来了来等着啊等着啊阿宝再上走你这样你带上兄弟们你现在上去看一下在几楼啊他是在六楼你上去你带上兄弟们你现在上去看一下在几楼啊 兄弟们上去看一下什么情况然后你告诉他们我来了明白吗好下走去吧来你们几个给我上去啊带这么多人啊 姐太感谢你了要不是你的话昨天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一下子他说一下子欠了一千多万我都哎呦 我那个心就别着急啊别着急啊呃咱慢慢来然后呢阿宝现在带着兄弟们上去我们看一下他们是哪来这么大胆子啊啊不让我们上对吧对好等一下等一下阿宝的消息啊可以直播间的客截人我差一点还好我姐还好我姐反应快我不然我要是把这个前级给搭配了那那那完了那那那那那就啊 啊大胆子这钱我是不能给你的好吧 好像啊家里面他们都在等我会安安全全给他们拿过去的你就给我吧你就放心的你忙你自己的事情 这都是实打实的钱呢你这都是实打实的钱你 但是姐嗯你这个呃我只是借用一段时间我等这个事情解决完我马上给你给你还回去啊哎不着急不说这些再说了在姐姐遇上困难的时候 那怀疑也是一样啊谁都不肯伸出援手是是你知道吗是阿谷你知道吗能够对姐姐帮忙这份恩情姐姐记在心里了再说了咱姐俩都已经结拜为姐弟了对不对一天是姐弟永远都是姐弟我弟弟遇上事了我这姐姐能够做事不理吗对吧哎 还得是我的姐真的啊阿谷发消息来了啊发消息来对不对 小总我带了小弟上来我报了一下你的名号他们现在都很配合你们现在可以上来了 听到没有阿谷带兄弟上去了报了我的名号之后他们现在很配合啊那行那咱们上去汇一下呗那我这个钱真的把这个拿着让第一媳妇拿着 我一定等这个事情解决完后我第一时间我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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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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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过去啊哎不说这些啊先咱们解决问题好吧 嗯行行还得是我姐呀真的不是不然的话真的哎呀 这不见得哥姐姐吗姐姐给你对不对姐姐确实给你姐姐真的给你这六楼 哎我姐的话因为以前我怎么说呢真的拜的真的是跟亲姐一样真的姐姐给你对不对对 我像你把我的钱给我嘛 你的什么钱我的我的里面我里面来你你你看你你的你我都已经说好了我现在要去上我上面跟着我姐要去解决这个事情你明白那我就不走了 你不给我的话你不走哎知不见得哥姐姐吗你说给他呢还是不给呢啊 真的是 先上去吧先上去拿着不要让大片的拿拿了钱啊 然后知不见了所有哥哥姐姐吗 他这个地方是电梯要坐六楼可能会卡一会卡的时候就卡个十秒钟的时候我要坐电梯上去跟着我姐就坐着电梯要上去 上去就卡个卡个十秒钟的时间啊我们现在就去找我们现在就我带着我姐